所以這個東西你會發現不斷的推陳初心 一定要一直在學一直在學 永遠學不完所以 真的你要有心理準備 就像我接觸程式員也是一樣 他會改變是必然的 那如果你抗拒那個必然性的話 你會覺得很辛苦 但如果你順應他的話你覺得還好啊 每天花一點時間嘛 方法邏輯都差不多 所以呢解壓縮之後呢 他會有個低疊底下 會有一個那個這個目錄啦 所以將來建議是放在低疊底下 如果你將來你回家 也一樣的方法反正雲端嘛你應該在家裡連的到 你也可以在家裡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執行的話是執行這個 Eclipse 但是執行的Eclipse 我講過啦如果你直接打開OK沒問題他就直接啟動 但是如果有問題你就把那個JDK 裝起來因為他 需要一個JDK 才可以執行 那那個JDK 在雲端上也有 或者你可以到Java的網站上去下載 那個是免費的 OK 好那就是這個把它 點開來 那他就啟動了嘛 那啟動之後的話 第一個他會問你說 請你告訴我你的工作區 不過你會發現喔 上面的敘述有沒有 應該會感覺比較 稍微 稍微 比較親近一點 因為他是中文的 那 這個環境跟上個禮拜那個 差別是中文化啦 至於什麼中文化 我想這個 可能 如果有時間我們再講啦 不是很關鍵吧 反正你就到那個 什麼Eclipse裡面 或者你Google一下吧 Eclipse 中文化 應該就有教學了 我記得我以前也有拍過影片 你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工作區意思就是說 將來你的 那個專案要放在哪個目錄裡面 那一個工作區裡面喔 可以放很多個 這個 專案 反正一個專案就是一個資料夾 他是一個大的資料夾 裡面可以再放很多個 專案 OK 大概有這個概念嘛 我們按launch 記得喔 這個 建議是放低疊 你不要放C疊 不然下一次來又不見 那我是建議一個什麼什麼底線 Python 底線Warspace 在滴跌底下 這樣比較好找 OK要launch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就執行起來 那執行這個環境呢 可能你要先檢查一下 幾件事情 他的那個什麼呢 Python的那個 環境 位置是不是有變動 因為可能我之前 我之前做這個環境的時候 設定的路徑 會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 主要就是說要告訴他說 那個Python 放在哪裡 所以這邊的話 你把它打開一下 裡面一樣 不過你會發現上面這個東西都變成 那個中文的 那其中有一個 視窗裡面的喜好設定 就是我們那個 剛剛最後一個步驟 設定Python路徑 你點一下 那他有個Python PyDiv 裡面有一個那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沒有中文化 這個 Python的那個什麼 Interpreter 這個 那你會發現裡面是空的 這個地方恐怕要自己再多 設定一下 這個什麼 這個地方 你打開之後 只有這個地方 喜好設定 新建一下 那新建什麼呢 一樣告訴他說你的 那個什麼呢 Python的路徑 所以Python那個一定要自己下載 Browse一下 去找到什麼呢 第一疊底下 我們剛剛 Python的目錄在哪裡呢 在這裡 Python 有沒有 36 32這個 告訴他 ESE在哪裡 就這個動作 就是 懶人包只需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告訴他說 你的Python在哪裡 OK 開啟 OK 這個時候他會去搜尋 然後把那個Python裡面的 所有需要用到的韓式庫啦 一些什麼 有的沒的全部都幫你抓進來 DLS 韓式庫嘛等等的相關之案OK 因為加進來 這樣子的話呢才是正確的 所以你們可能要檢查一下如果這個地方裡面你沒有看到 而是空白的話 那你那個環境等一下RUN會出問題 OK這個可能要檢查然後 就是 同意並且把它關掉一下 好 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就進入到那個 環境裡面了那懶人包就設定完成了懶人包只多一件事情 就是設定這個 就是視窗裡面的喜好設定 找到這個 OK我想大概 稍微稍微了解一下 並且把它把那個新建 那告訴他說你的目錄在哪裡 然後把它加進來 這時候他會幫你把它通通都 跟這個Eclipse做連結 其實就是兩邊做連結啦 因為 Eclipse開發Python的話 還是需要知道Python的路徑在哪裡 這樣的話呢 把它跳出這個 這要允許喔 因為可能會用到網路的東西 把它允許一下 我讓他跑一下 OK 那這時候的話呢 跑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歡迎使用這個把它關掉 這個就可以關閉了 有沒有他其實是告訴你一些東西啦 不過這不重要 關掉 OK 好 那我們就 進入到 Python的環境 OK 應該這個是第一步喔 好 那 請各位先做到這邊好了 待會的話我們就要開始來 做什麼呢 新建 專案了 那特別注意喔 那個在Python裡面的結構 一定是一個專案 下面一層是 叫Package Package就是 套件 套件在下一層就是 Module 才是我們寫程式的地方 所以它是 所以它結構一定是進來是工作區 Workspace 然後專案 專案下一層的話呢 就是套件 套件在下一層的話呢 才是那個什麼呢 模組 反正就一層一層的喔 待會我們來建 然後就開始呢 寫一個我們的程式了 寫的方法的話我想 請各位先把環境Ready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